大家好 这里是世细品岁月 只是生了肠感冒 独生女就让我把房子过户给她 还让我另一种 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在菊姨身上的故事 菊姨自述 我是菊姨 今年60岁 有一个闺女 今年40岁 我和老伴从年轻 就在县城批发市场上经营一个蔬菜摊 这个工作虽然辛苦 但赚的是现钱 再加上长期合作的菜贩子都给出最大的优惠 所以每天看着可观的收入 我俩心里美滋滋的 我们的独生女倩倩 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出生并成长的 从小到大 我们把倩倩捧在手心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我和老公都没上过高中 虽然对倩倩抱有希望 也想让她替我们原大学梦 无奈她从小学习不好 我们退而求其次 只要她健康快乐就好 这或许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最大的希望 倩倩刚上中砖 老伴在一次进菜路上发生意外 当场死亡 当时我死的心都有 但想到闺女从此只有我一个亲人 我不起勇气 打算为闺女遮风挡雨 老伴去世后 我没办法再继续经营蔬菜摊 就在一家超市找了一份工作 倩倩中砖毕业后 我求爷爷告奶奶托人帮她找了份 在大商场卖服装的工作 虽然基本工资不高 但是风吹不着雨淋不到 对于女孩来说已经够了 我一门心思地想着只要倩倩高兴 安安稳稳地把她交给婆家 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工作一年多后 倩倩问我要护口板 说她要登记结婚 当时我向贝雷炸过 呆呆地直到她把我晃醒 我知道女大不中流 所以我没有生气 而是耐心了解情况 小伙子高中毕业生 母亲生她是男产死亡 父亲另去 几乎不联系 她从小跟着奶奶生活 高考前奶奶去世 因此她也没参加高考 后来她给商场送货 一来二去和倩倩熟了 我一听立马反对 我的宝贝规律 怎么能嫁入这种家庭受苦 但倩倩绝识抗议 是死非她不嫁 从那天起 我才知道 从小看起来的乖乖女 是如此的有主见和倔强 世上的父母就没有赢过孩子的 最终我妥协了 小伙子个子不算高 但一看就挺聪明 虽然没有婆婆 但也少了婆媳矛盾 闺女不嫌弃没婆婆 不嫌弃小伙子穷 说明她有同情心 不爱慕虚荣 想通之后 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女婿也是个可怜孩子 结婚后我把她当自己的儿子疼 小两口没房子就和我一起住 相互照样 我们的小日子过得还算平和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倩倩不是嫌我啰嗦 就是嫌我多管闲事 有了外申后 她成了甩手掌柜 我辞了工作 每天又当姥姥又当妈 累个半死 却落不下半点好 明明我天天再伺候孩子 但一言不合 倩倩的警告就来了 妈 我教育孩子 你少插嘴 每次看到女婿在场 我羞愧难当 幸好我不是婆婆 不然一场婆媳大战不可避免 但自己的闺女 我始终很不下心 和她撕破脸皮 前两年 房价降了一些 倩倩想趁机买房 做过生意的我 当然知道这是机会 举双手赞成 心想闺女终于干了件 靠谱的事 我也爽快地答应 赞助她们十万 倩倩两口子 每次看房都叫上我 有了以前的教训 我多看少说话 毕竟有了矛盾 都显得不好看 心里也不舒服 当倩倩指着一套 两室的电梯房模型 向我讲解时 我瞬间清醒 原来她的未来计划中 根本没有我 一间房他们小两口住 一间小外甥住 他们叫上我 只不过是为了我 应允的那十二块钱 我呆呆地望着房子 模型 一语不发 女婿似乎看穿了 我的心思 说 妈 嘖嘖 小外甥名 还小 另一间卧室是您的 我知道女婿是为了 不让我尴尬 但倩倩狠狠地瞪女婿的 那个眼神 却被我带了个正着 其实我从来没打算 和她们一起住新房 我伤心的是倩倩和我 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我的心里全是她 她的心里却没我一丝一毫 即使再伤心 我还是兑现了我的承诺 给倩倩转了十万 因为我不想做个 不守信用的人 拿到钱 倩倩对我又抱又亲 谢谢妈 以前我有多享受 闺女这个动作 而那时我就有多讨厌 这个动作 即便如此 我仍然对倩倩 抱有一丝丝幻想 甚至有时候会想 是不是只有我生病了 倩倩才会想着我 念着我 说来也巧 那天早晨我有些头晕 我盘算着 让倩倩陪我去医院 让她看看 她妈妈不是钢铁侠 也需要照顾 为了方便报销 我办了住院手续 直到中午午休 倩倩两口子才姗姗来迟 看到我闭着眼 倩倩以为我睡着了 她出去一趟接着回来 和女婿倩倩思议 午休时的病房 静得连根针都能听到 即便倩倩一再压低声音 她说的话 还是被我听得清清楚楚 倩倩说她很庆幸 当时选了没婆婆的婆家 要是碰上像我这种事多的婆婆 她得多受多少罪 生病了还得请假照顾 她得少挣多少工资 刚刚医生说了没大毛病 等我醒了 她得劝我赶紧出院 住一天花一天的钱 最重要的是 等出院后 她要赶紧让我立遗嘱 她有个同事也是独生女 为了继承遗产 麻烦事儿真多 费死尽了 虽然女婿一再提醒她别说了 怕我醒了听到 但倩倩丝毫未停 好像床上躺的是和她没关系的人 我听在耳朵里 含在心里 倩倩关心的不是我的身体 而是我生病带给她的影响 我努力使自己保持冷静 努力使自己假装没听到 缓慢睁开双眼 妈 你终于醒了 咱们出院吧 医生说你是感冒 血压有些高 出院后把你银行卡密码都告诉我 把房子也过户给我吧 省得 闺女终于在说出 死这个词之前 在女婿的声拉硬拽之下 被迫出了病房 亲倩的话像刀子在弯我的心 曾经的一切都是我在认为 而现在的一切才是那个被我娇生惯养的闺女的真实面目 她自私自利 她的世界没有笑 没有感恩 没有同情 没有付出 而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是我 我当即做了个决定 出院后我把房子卖了 带着存款 心里装着老伴去周游世界 我要把原来想做而没做的一切 趁着身体还可以都做一遍 等走不动了 选个养老院 度过余生 说服一个人的永远不是道理而是难强 让倩倩自己慢慢成长 慢慢醒悟吧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这里是细品岁月 欢迎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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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